刚过完中秋廉价很快下个月双十国庆又有三天廉价 为了疏解车潮国庆廉价期间夜间七小时国道免收费 下个月的10号到12号的国庆廉价预估周末车潮上看250万辆次 至于台铁和高铁都会加开班次 高铁明天就可以订票 而台铁交到25号才会开放订票